要他要去面对的是破冷 我觉得这把PP想 还是选了雕刻 因为雕刻家 他不是人想找到冒险家这个点 想遇到谁都能追 我觉得昨天也是有一个雕像挡枪 好像是小陈的雕像 空军你打雕刻家 你没有人记住 你开枪要么是他交互 要么是他擦刀 没有别的开枪的说法 大门点位还行 社院有一个人 看一下社院是谁 大龙的空军 对的 大龙直接往沙包拉了 社院这边没有找到 应该要去木屋看一眼 不对 他想去沙包 想去厂房 对大房沙包 带着张狂 大房的窗和板 可能会给到机会让他夹 那是懒到了大龙 大龙已经进大房了 对 这把皮皮线带着 雕像 当房价底牌的一个天赋 对 而且他没有快踩 这样追击很难追的 是的 大龙是一个双弹空军 直接往社院谈 这就直接拉进四合院了 而且骗雕像 但是皮皮线很聪明 他没有放 就不浪费 不浪费 这波是盲夹夹了一下 但是好像是搭了一波车 还是想骗枪 没有躲掉 没有挡到 对 他这波是先骗你放 放完之后我再打你 是的 皮皮线这里是有点想扭头走到雕像后面的意思 他这个枪是真敢放 其实很有机会被挡掉的 对 可能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博弈 对 博弈到了 这样的话三个半台是无伤 这边闪现开一招 哎呦好想震射 他这个感觉是 这空军翻太快了 是而且本身雕刻夹出刀有个前腰比较久 对 那这边好像要再利用一个板弹 而且是延迟延迟翻 想骗皮皮线先出雕像 只要这边再给一个插刀 那就是稳稳的三台机 是的 一个坟场 这个地方夹的机会没有夹到 而且自己卡磨了 把这卡住了 雕像也没了 这边还能再拉大门 是的 这一波也不敢预判了 只能卡在这里打预判雕像了 但是这个细节藏雾光 藏得太好 但是这边还是把这些全躲了 走上去 一个夹还是回来夹到了 那也是整整的三台密码机 而且不止三台 条子已经在摸第二台了 第四台就在修了 这个节奏是很好的一个节奏 这个局就是我不就稳平 就能搏赢的节奏 是的 这条子其实也不怕你坟场 但他还是要稍微躲一下的 不能给你存在感 是的 不然等一下队友输了 这是谁送到二间 下来都不让6了是吧 那守末人直接进铲 来脸上压着 最后一台是 守末人也拦不了 就很尴尬 他在地里 夹过来了 出组的一瞬间被夹了 对 但是他这个椅子不好搏一搏 他搏震射 恐惧震射 真的能搏 其实雪线还蛮久的 但是他真的不打震射 他翻不了 他只能通过震射来翻 对 现在直接压出来 因为刚才两台密码机我都知道 对 压出来压佣兵的遗产 我记得昨天也是有一场 就是你一定要搏震射才能搏得赢的局 然后没搏到 但这一局真的是 你只能靠这个震射他搏到了 皮皮剑他上周的邦邦也是两波很精彩的手艺 对 今天这一个出刀只能说自信 现在三岁过来要面对一个气球刀的压力 气球刀 这边起码把你佣兵打一个双马 哎呦 哎呦第二刀没打到 但是打一刀空军 那还行 密码机反正是不够的 密码机肯定不够 你佣兵赶过来就是双倒 哎他不够 先看一下空军的位置 然后你佣兵赶进我就砸你 对我觉得他可以用坟场看一下空军的位置 这样的 然后反佣兵啊 但他这边是两头都没管上 没事他通缉到了 他可以通缉到的 对 他通缉到空军的话 我觉得他可以守这波移 对他可以稍微守一下 但是他好稳 先选择把人挂飞 那这局其实还有机会拿平局 对 这波没有打到佣兵或者说守墓人的一个倒地 其实就没那么转 没那么转还是一个平局节奏 但是从三跑节奏拉到平局节奏 对皮皮剑来说是转到了 那看这个传说能不能把小铁给秒了 这个条是这会是二阶雕像 只要能秒这边 那前面可以浇一个香水先骗一下 但是小铁强天你的刀器 对 这样的话 再一波夹夹到了 有没有第二下 被躲掉了 我也非常的细节 前面香水的CD 这个板子你赶进 香水CD好了 哎呦香水好了 这也不能被夹 那没秒掉就很伤了呀 那边已经摸满了状态 一个板坛 还能再进板 还有一个回升板 被皮皮剑预判到了 被发现了 那前面一个坟藏 但是他已经拉走了遗产 一组雕像没有打到小铁 他这波牵制是一个分裂都没被夹到 他站起来了这一波 对 扛住的压力 如果说当时被秒的话 这把是有机会追三抓以上的节奏的 是的 他放了一个香水 骗了一波走位再回吗 回了 回了但是BB线也差距到了 但是还是躲掉了 太秀了 好秀那边一台新的密码机 已经修了七八成了 是的 前面还可以翻个窗 弹窗再躲一波 这一局感觉又要被保平了 好可惜感觉 这个节奏没有把握住 直接就念了 地窖在中场 不过小铁手上是没有任何道具了 他只能强转一下色院 他是没有挽留的 他是带着张狂跟底牌 是的 这一波还在躲 什么情况 还有一组 那躲不然有没有机会躲掉了 打一个插刀那边门钢点 但是守木人这边 已经下好铲子 准备来保护了 是的 过来杠刀 没有什么流向 但是传送好了 这边大门的进度60%了 先炸他再传送 手上只有最后那一条线 先传送了 不让他要强冲 直接两个人来看房移物锁了 这边上去 驾倒了 给他推倒了 佣兵是 守木人是有博命的 但是守木人选择直接出门 他是没有被 就是那种鸣枪一躲暗箭男 把它明明放在2G 他都躲了 然后那个雕像 走回出去 然后又回来 对 把他推 他本来想搭顺风车 结果夹到这个门上 给他夹倒了 是的 但是守木人 其实有个博命 他在铲子里面 他其实可以不用出门 调相思那个位置 开始扑朔迷离起来了 真的开始扑朔迷离起来了 有点像在看那种悬疑剧 对 是女巫 这得打 那女巫为什么要搬空 这个阵容 如果女巫找到冒险家怎么玩 不是 他这个女巫感觉是临时改的 他搬空 然后我再选一个 那这就是角色词 比较深的一个好处 好处的一个存在 这个阵容的话 这个点不好 对 直接往厂房拉 厂房承载 但是 对还有傻豆的昆虫 右手边直接蹲了 承载这个守木人 应该是没有看到 对 那社园的话是佣兵 空降的佣兵在修 这把冒险家感觉 已经开始跑图了 在小木能狗一狗 这边要直接来追傻豆了 是的 都这个昆虫不会翻出来 还好 这把得站起来了 拉一波原生的距离 他这一把的话 还是比较好牵制的 毕竟是昆虫嘛 是的 打女巫的话 其实压力是比较小的 板子已经三个板 都帮忙下好了 那但是 那这里不好放狗 因为放狗你怕翻过去 但是他 没有翻 往小木那边翻 打虫子 这样的话 这个刀不好拿了 对 他有机会卡一刀吗 哎呦 这个虫子 那这波的话 超级都没转了 啥都没有了 对 原生也停了 寄生也停了 百六了半天 对 很难受 这波的话看能不能盯到冒险家 冒险家甚至没有挖书 就在里面 对冒险家没有挖书 直接开修了 这边是疯狂的打虫子 那这个局要被牵着好久 能不能嗅到阿福 能不能嗅到 没有嗅到 直接放狗了 放狗 那冒险家应该是提前转点了 不敢修了 这虫子清理工 哎呦 这还打了虫子 其实没关系的 他就得多打两刀虫子 等一下你虫子就没了 对 但是傻豆他这个虫子 本来已经快用完了 你看这把牵制下来 就虫子一虫往全用完 他其实刚刚再多打一个 他虫子傻豆 就没有办法利用虫子拉距离了 是的 那这波我估计要逼一个底牌出来 怎么说 要不 两个性能包夹 机身包过来了 一刀非常的快 四个半台冒险家 应该是有一个能挖的输液的 是的 但是就算是这个节奏 我对孟之牛来说 我也可以保平 舒服呀 也还是舒服 因为你密码机没有怎么的开的 我只要不像那一局一样 我被牵制个四台五台 我上挂就压好 我都有一个控场的机会的 是的 你没有前锋 这里挖出来输液是爆点了 应该是阿福准备过来看一眼 直接充电 但是直接把这个密码机给点了 不让你来守 对 穷者方可以看到还插一台整机 加翻比较细节去拦了一下沙包 对 他原生嘛 因为你现在没前锋 我原生就随便压你 先拿一刀守木人 这边可以绕过来扯 扯下来之后 昆虫会倒送一个寄生 对 然后再补一个寄生 压住沙包里面 用原生压在沙包里面 对守木人上没有寄生体的话 守木人是可以修的 是 想用原生了 想用原生 要放狗 他这步要放狗 但是放狗他可是个守木人 他不是别的 他是F对劲 切斩 要不要切切切了 但是下场就坏了 对他有点慢 切慢他贴墙贴的太近 如果这波打个双倒是有机会翻的 对 如果打断一个铲子直接双挂 双挂还压一铲 这波对阿福来说伤了 现在可以看到柚子身上第二张树叶也挖出来了 对有冒险家 这个密码机如果你不把人过来这里你是守不住的 对 你哪怕原生压在那里无所谓 我冒险家吃一刀过来 但是冒险家直接是秒了一台 哦 新机 对 秒台新机的话 那将密码机结束 那这样还可以守住沙包 那你怎么办呀 对那密码机结束还是差一点 还是差一点 守护人准备回去偷沙包里面的密码机 先拿一刀 那边要扛刀 这边必须要保护住昆虫 但是里面也过来了 这边要打昆虫不能打游民 是的 哎呦这刀很难的 哎呦打到游民了 但是这边三个信徒 密码机 三面包夹 还在扛还在扛 但是这个窗翻得很快 哇 这怎么整 但密码机其实已经差的不多了 哎 但是距离越拉越远是保出来了 对的 这边这个行动有闪现 必须这刀不能空 哇 密码了 抵生体打倒到密码机能够 密码机能够 修不完呀 对的 那就有点尴尬了 这个局 梦之鱼 他就是这样的 他真的 能够压机 能够控场 让你压力让你修不完 是的 现在再把游民挂上 只能让冒险家救人 他这锅可以把游民直接牵到地下室去 是的 就是要硬保平 你来救人搞不好 甚至他有机会来打一个三抓 但是他不需要三抓 哎 确实 呃不对 三抓他可以多一个净胜 多一个净胜 他可以多一个净胜 可以看到冒险家已经下来救了 在下面蓝 哎 椅子边还有一个 下面一个 上面一个 对 这边下面打 想要打 冒险家 打动了一刀 不打 呃 这样子 哦 直接过来寄生 寄生个冒险家 呃 其实他打佣兵是赚的 因为佣兵这样他可以保证佣兵不是满状态 开门站 对 他不是满状态的话 开门站佣兵也没有止缺 对 他就是一刀一个小朋友 但是他补一个寄生其实也行 也行 开门站让你们开门更慢一点 那救援者可以慢慢消 对 对 不过对阿福来说这局已经是任务完成了一大半了 是的 他只要在开门站留下一个就行了 冒险家开区了 这里寄生不想消 哎 捡户 捡道具 是一瓶香水 对不对劲 佣兵如果是满状态等下开门站 是处理不了的 那这里有没有可能捡香水以后通电呢 还是 呃 是想把护手留给队友 对 打配合了 这护手可能是要给冒险家了 对 给守门也行 三个人都能用 哎 不想护手 这个护手放在中场了 放在社院了 柚子可能最终是要去捡这个护手的 难道说要被阿福给运营了吗 一刀 但是佣兵吃的一刀是 香水没消出来 对阿 佣兵没有饱满状态 他如果能浇个香水饱满状态是还可以 那这样我处理佣兵就行了 他这波是想回去 但是你现在没有到具体的佣兵 一个受伤状态 我直接把你闪现带走了 假装闪现骗你走位 然后再回来逼你 但是佣兵博弈也很好 那就要不要闪闪现出来 没找到人 但是佣兵还是走不掉 一个蓄力道带走 那这个局怎么三跑 阿福不能出 阿福应该一直看到道具了 看到他没护腕 所以就追他 不能出 这波得来救 如果想去争的话 直接 开始翻译 坏了 你有什么想法 但是地窖在那边脸上 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要么搏一搏 要么就是保一个 那地窖在佣兵脸上 地窖在佣兵脸上 阿福没有注意到吗 那她是女巫 佣兵在爬地窖 佣兵在爬地窖 对 主要是佣兵在爬地窖 他这里没注意到 差一点点就翻车了 这里是还想去逼你们 他把人给赶走 但他差一点点把自己给完美了 是 佣兵这里是点了爬行加速的 真的差一点 如果说这个地窖 我给走了 那真的是 太有戏剧性的一个盘盘了 对 最后也是 恭喜朱雀获得了 本场比赛最终的胜利 对的也是 就是他